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心动家》的channel 我是Jessica 今集回来了我们珠海最繁荣的华法商都这里 大家介绍我们华法商都对面的铺位 我相信镜头前面的观众平时看我们channel 都知道我们有介绍一些烈水产品、注册产品、工业产品 铺位就比较少介绍 因为很难找到漂亮的铺 今集就厉害了 我们在拱北这个范畴 百分钟过关回澳门 有我们的铺位 而且总价六十多万就可以上车 还要在我们第一太平大维斯去做运营托管 这个十条有几把炮 帮我们的广州太古区 成都太古里 和我们的深圳马来城 一起去做运营托管 简单就很劲 当然了 华法商都这里的铺位就没有货 没得买的 但是我们就在对面 就是家一条路之隔 现在有些筍东西 可以益大家 六十多万上车 究竟怎么样 我们一起看看 Hello 大家好 我是Jessica 现在我身处的位置 就在我们中信城开 顺越湾的售楼部 旁边就是我们的同事仔阿黎 Hello 大家好 那接下来 那接下来 让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位置 和现在卖什么货 好 没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所住的位置 是珠海大道和南湾大道的十字交汇处 这个片区是珠海的富人区 南湾边区 那我们项目距离我们珠海的四大口岸的时间 大概是十三分钟左右 都可以去到珠海的四大口岸 那往南走去到横琴口岸 就大概是十分钟几个时间 是 十分钟可以过去到澳门统 那如果回到香港 可以走回这条港珠海大桥的现场 那到达人公岛的时间 是十三分钟几个车程 那回到香港大概都一个钟左右 那我们这个片区是珠海商业最集中的片区 那我们先来看看在我们项目的一条马路之隔 是珠海最大的华法商业 没错 我刚刚珠姐过来都看到 没错 那还有一个北山文女项目 还有Boss創意园 和一个洪桥商城 都是处于我们项目的一条马路之隔 已经是投入使用当中 那未来一到两年的时间 在我们项目后面 会有一共加上五大的一个商业项目 会准备开业 那第一个当然是我们的一个桥头堡的位置 就是上岳湾这个位置 那项目后面呢 就是华法四个环山 和一个澳门来来 以及和星河GoGo 合作去合作的一个商业体 就在后面 还有一个南湾隔壁的广场 都是处于我们项目后面 其实就是在后面 刚刚刚珠姐都有看到 有看到 整个商业区都是在后面的 那其实这里呢 是珠海商业最集中的片区 因为所有的商业配道 如果加起来 它的总体量是超过九十万公 是珠海最集中的水域片区 OK 这个我们的地理位置 其实相当于一个香港港岛的一个位置 香港港岛中环的一个位置 没错 很中心位 即是我们有 他们的关系有近 而且我们都是一些商圈 集堆在一起 就是大家过来这里玩 一定会来这个位置 没错 OK 那不如说回我们这个品牌 因为我看到是中信 中信集团 是的 那我们的港澳客户 可能比较熟悉的 就是一个租讯泰富 和大昌行 和一个华融 都已经是被中信收购了 那还有一个就是 澳门的国际电信 都是属于中信集团的 其实中信集团 它的一个业务范围 比较高 包括中信证券 中信银行 其实都是属于我们集团的一个 我们的兄弟公司 那我们现在呢 就在售楼部 这里 在售楼部 今集是和大家介绍我们的铺位 不如说一下这两个 就是商业体做些什么 那开始这个商铺之前 其实我想重点 和各位观众说的就是 我们现在这些铺 是珠海唯一在售 可以名火的 一个临街商铺 就是除了这里 在珠海 都找不到其他家 有大概百厘万人左右 就可以上车的一个铺位 而且我们第一个可以名火 可以做一个外摆 嗯 而且是一个主打一个定位 年轻人的夜经济为主 嗯 就是我们是可以区别于周边 这么多的一个商业 我们是可以营业到凌晨的 一个三点到四点钟的一个时间 哇 哇 適合澳门街坊 我一收工过来 吃东西 喝东西 其他项目 就十点 十点半钟开始关门 我们是可以做一个夜经济 那我们项目呢 就分为一个一到四楼的商业 和我们一单元的一个公园 和二单元的一个四字楼 是 是 三种产品 那这个 刚才说到这些铺位 那总的大概是百多万一间 就可以上车了 而且是可以有一个明火接拨 可以外摆 是 可以做一个夜经济 24小时营业 这样的一个形式的一个商铺 嗯 明白 那我想知道呢 他大概 就是你说百多万一间 其实划算是很划算 因为关口 铺位 还有明火 那就是 如果我们这些客户 就是是不是可以自己去 自己去做老闆 去做一些运营 或者是给你们去做运营 可以的 可以的 因为两种形式可以选 那当然呢 你可以选择给我们 就是第一太平大为师 去做统一的招商运营 那这个运营商呢 是我们忠信花了一千万 去引进的一个运营商来的 那现在它在国内运营的项目呢 有广州的太古会 成都的太古里 太古里 太古里 和深圳万丈城 和一个深圳的平安金融中心 都是第一太平在这里运营的 其实在当地来说 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商业 那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项目呢 是第一太平在珠海首个的一个项目 首个运营的一个项目 所以呢 它是会将最优质的一个商家资源 会引进来我们项目这一边 嗯 明白 那这边呢 好像我们一楼的招商方向呢 那未来集中一些酒吧类 就是青巴类 青巴类 明火餐饮类 是 或者是年轻人的一个潮流手把 集中在一楼 那二楼全层定位呢 就以一个餐饮类为主了 就是会引进一些国内外 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餐饮品牌 会进入到这里 那三楼四楼呢 就是大单位为主 就是150方到250方的单位 未来集中一些 好像一个 健身房 培训机构 或者是电影院 这样的一个配套 是三楼四楼的 镜头前面的观众 你买了这些铺位呢 就可以给我们的第一太平大维斯 去做一个旺盈管理 就很开心 在香港 或者有没有收租 收租 OK 因为这里呢 它都会有一些 display出来 我们这个集团的一个情况 还有呢 我们的第一太平大维斯 一些成功的案例 那我就稍后再和大家说说 Hello 大家好 我是Jessica 现在我身处的位置 就是我们今期的主角这里 就是我们中顺城开顺月湾的写字楼这里 那我当然了 我这里就比我高了 我就指指给大家看 咦 这个位置 没错 就是我们的华法双都 近到爆啊 那我平时来珠海呢 我就一定会去华法双都走的 那当然了 也都会顺便去一去 其实没有多远的 九州大岛那边呢 就还有我们的富华里 还有呢 它对面的一个九州道的 那其实 和大家说回一个位置先 我再一个 开始我地产生涯 就在珠海这个那么美丽 那么动人 那么浪漫的城市开始的人来计的话呢 我就特别喜欢一边的 那说真的 珠海楼价大家都知道 就是一点都不便宜啦 说真的 尤其是市区这里 哇你现在六十多万 一百万出头 你买到间铺啊 我真的想都不敢想啊 我当时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都说 有没有那么大的 但是他真的是 中信这个集团去搞的 中信啊大佬 没错 就是我们对面这个 中信豪树花 我平时呢 看对了那些楼 但是没有钱买 那一套中信豪树花去搞的 那么 这个集团比较有实力 大家都知道 属于比较出名的央企 那么就有信心保障 还有有质量保障 那么今期呢 跟大家介绍一些铺位 就是他楼下一楼 和二楼的铺位 那么刚刚内场同事呢 也都讲得比较清晰啦 我们这个位置呢 就真的很棒的 回去拱北呢 就九分钟左右 回去广珠澳大桥那里呢 就十三分钟左右的 还有呢 我觉得他有个特点就是 商业是扎堆在这个片区的 其实一开始我都会考虑回 哇 旁边的华法商都 那其实会不会 这边开了的话 那些人都不会过来呢 不会啊 我觉得 为什么呢 因为我平时呢 他开呢 都是我们富华里那里 去逛街看吃饭的 但是他对面 即是一条马路之隔呢 九州道开了之后呢 依然 华法商都这一带啦 又或者我们富华里 又或者九州道 都还是很多人的 因为 你只要招商优质的话 人都是扎堆来这一块的 要摸这一块 要摸这一块 其实都是很多人的 OK 因为我们都是属于市区 我们去澳门近啦 我们过关回香港呢 其实都很方便的 那周围摘堆一些其他 可能周围城市啦 又或者附近的人的话 都会在这一带 我计算一条数啦 帮大家看看 因为呢 他的铺位呢 他就有得给你选的 就是你小面积呢 60呎也有啊 那你大面积呢 600呎也有得选的啊 那你当然如果你说 资金有这么多的 OK的话呢 也可以几间店一起买起来 一起给他做一个运营 那你就按按脚收租就行了啦 OK 那他这家目前的租金呢 大概是300到500元一平方的 那我帮大家计算了一个回报率 如果我们一楼的铺位 下跌8,200,000再有一间了 那大概是三厘多的回报率 OK 那其实我也是正常的 因为呢 铺的话呢 是越来越值钱的 越来越旺的 那租金呢 都会慢慢慢慢往上升的 那你现在三厘多 我觉得是一个很 make sense 和一个很合理的一个范围来的 那你租金都会上升的嘛 你周围人流量各方面都会很碰 因为我们后面呢 确实就是我们的Coco City去搞的商场 旁边呢 又是海印又一城商场 和华法的商场又在这里搞 哇 全部都是商圈 你这些人拿一堆过来 那就碰水了 还有呢 我们自己这一栋的话呢 也都有写字楼的嘛 是不是 也都有公寓嘛 这里大概呢 街上那些员工的话 大概是五千人的 哇 你下街吃餐饭 都要钱啦 那些人很懒的嘛 你过条桥其实也是时间的嘛 是不是 那我们留下自己就是自己的商业 OK 那今天视频差不多了 和大家介绍我们这个 六十万起步的一个 一个拱笔的一个 中信集团的商店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如果有兴趣 直接叫我 我带你过来这里 现场考试的 我是Jessica 下期再见 拜拜